各位老師各位評審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雙一波螺族校正器 以往我們使用到的都是現在各位所看到這種非接觸式的螺族校正器 它的缺點就是它只能靠目測的方式來判斷說雙邊的天板是多少 你必須利用這個東西在上面轉才能立刻測出說 我現在的天板還有多少 以及利用這塊滑塊去測定它的增圓度 這些缺點我們就必須改善掉 還有在市售上還有一種使用量表的測定器 這種使用量表測定器它的缺點就是它的精度太高 它太靈敏了它不好使用 所以我們就想出用超音波來介紹這個東西 這就是我們所製作出的超音波螺族校正器 中間的快歸是用來校正兩邊的超音波測距器 而將兩邊的超音波測距器歸零之後 我們就可以確保說這一塊快歸已經置中了 我們用這一塊的置中度去抓出上面的置中度 它我們上面是使用可移動式的 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用上這種公路車的輪組 或者是登山車的輪組 或者是它的前輪後輪長度不一樣 皆可使用 而我們中間這塊就是用來校正它平行度的東西 各位老師評審大家好 就是上一段所講到的超音波測距器的電路 然後磁塊 磁塊就是我們CPLD提高核心的電路板 然後我們將觸發電路的時候 CPLD將會開始計數 基礎實施 由IC55所發射出的訊號 將由經由超音波發射器發射出去 傳送至凹處 再反射回來去接收器 接收器反射出來訊號會經由 MC324IC 放大電壓承動式CPLD CPLD會將訊號轉換成這個訊號 再傳送出七段顯示器 現在顯示交易顯示出我們探個框的距離 接收器反應 於是 出手